广州队被爆要用200万美金挖到大中锋 深圳的顶级内线要去到福建藏队 辽宁队报价山东队的大中锋 并且郭世强要挖到辽郎的新榜本周期 然而双方更是要闹白的 谈到接下来的CBA调整 跟大家讨论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广州队被爆要用200万美金挖到美国考新师 而且得到中锋的强大调整 新赛季要拥夺第12座冠军 谈到广州队的影员目标确实一直都非常强悍 直到现在来看 广州队把目标瞄准到了中锋的考新师 这一个影员目标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毕竟当大家了解到考新师 他过去的这个赛季去到了波多里哥联赛去增长 长军得分数据更是相当优秀 达到了29.8分 个人的长军得分还有篮板球 都是基本轻松上双的 所以呢对考新师来说 他一旦加盟到广州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而且波多里哥的联赛要比国内西北的联赛呢 基本上实力要更高一点 因此接下来考新师他正在考虑着 加盟到西北的南方战队 广州队呢恰好可以给出非常合理的价码 从而去挖到考新师大外援 毕竟过去的广州队呢给到马上布鲁克斯超级的大合同 达到了180万美金 现在来看呢马上布鲁克斯主动将离薪资留在团队 大概率只能拿到160万左右的年薪 然而作为对比之下 广州队为了挖到考新师 甚至愿意开出过去的这几个赛季以来最高的一份大合同 达到了200万美金 其实呢折合为现金的话 基本呢超过了1400万左右 因此呢对考新师大中风来说 广州队真的是挖费了巨大的重金 想要把它挖过来的 为什么广州队这么急切得到大中风的调整呢 相信很多球迷都相当了解 广州队最欠缺的就是争夺篮板球的大中风 而且呢要在内线具备一定统治力的球员 他必须要接帮一间年的位置 扛下内线的正中任 毕竟过去的广州队呢 当当依靠着年轻的张明词还有学心 肯定行不同的 正反日的身高只有2.06 个人的爆发力还是有所欠缺 长军得分数据呢达不到6分 一间年现在也到了37岁 确实应该找到接帮人 而考新师作为2.08的大中风 个人的臂长呢达到了2.20 内线的统治能力更是相当强悍 过去还是作为美国队的成员 因此广州队重金挖到考新师 必将会成为争夺冠军的重要球马 第二个方面 福建战队要挖到深圳的顶级内线 并且呢 郑永刚主教练呢 新赛季要带领深圳继续争夺冠军 对深圳队的内线赵一鸣来说 这位身高2.18 有着不错发挥能力跟篮板球的球员 他接下来要被深圳队给裁掉了 而且呢 让人遗憾的是 赵一鸣过去呢 一度被认定为天赋非常爆表的 优秀内线球员 直到现在来看 居然在深圳队都打不上球了 那确实相当的尴尬 当大家了解到背后的原因 相信都非常清楚 因为呢 深圳队的内线拥有着本土的神指节 另外呢 还包括了大外园的萨林节 两大内线的主力呢 足以扛下重任了 只不过呢 过去这个赛季 因为神指节他脚踝扭到了 导致了深圳队输给了浙江球州 丢掉了总决赛的名额 但不管怎么说 对深圳队来说 渴望得到的是中锋顶级的主力 对赵一鸣这种级别的内线选手 只能被抛弃掉了 其实赵一鸣个人的发挥能力 是相当不错的 也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只不过深圳队没有给到他 更多的出仗机会而已 他个人也匹配不上深圳队的阵容 只能被抛弃掉 而福建战队呢 过去啊 把王哲林以八百万的 八千万的转会费去到了 上海队之后 现在的福建队 渴望得到中锋的调整跟隐缘 果不其样啊 更是把目标 瞄准到了深圳队赵一鸣的身上 希望把赵一鸣给签约下来 得到中锋的调整 而且呢 包括了陈林坚 更是被六百万锁定 留在了团队 福建战队呢 大家千万不能小看 毕竟过去的一个赛季做出了不错调整 新赛季呢 要争夺冠军了 机会呢 还是比较巨大的 这确实呢 让大家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辽宁队看上了山东队的优秀大中锋 而且呢 是作为一名夺冠的工程 而郭世强呢 想要挖到辽郎的小周旗 养而却受到了拒绝 那么接下来啊 辽宁队跟郭世强这名工程教练 会不会闹掰呢 确实呢 引发了不少球迷的争议 那么其中 当大家了解到如今的辽宁战队都清楚 包括了内线方面的寒乐军跟李小旭 接着呢还有莫朗的大外援 其实呢 都需要得到一名核心的帮手 说白了 韩乐军跟李小旭 一个35岁 一个33岁的工程 两人的年龄不断的加大 必须要有年轻一大的选手 顶替上位才行 而现在呢 当然依靠着富豪 其他的作用真的没那么大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辽宁队还是渴望 把在过去上上个赛季夺冠的工程 朱永正拿回来 辽宁队呢 在过去已经把高丝岩啊 以2500万的价码 永久转会去到了桑东队 现在的辽宁队 渴望跟桑东队再次达成交易 也就是呢 渴望通过交易 得到桑东队的朱永正 辽宁队可以交出来的筹码 就是吴昌泽这名前锋 一旦双方进行一换一的话 辽宁队得到朱永正 内线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补充 拥有更大的爆发力 争夺篮板球啊 最起码有了接班人 这是大家十分期待的地方 因此 这位对比之下 大家还能够明确的感受到 其实啊 辽宁队得到内线的补乡 新赛季夺冠的机会 真的还是那么大的 两个呢 对比之下呢 郭世祥得到了广州队 五年合同之后 可望回归到辽郎这边 挖到一些优秀的清训队员 国不其洋 包括了戴燕龙 升高2.07的小周期 就成为了郭世祥挖人的目标 两个 辽宁队拒绝了郭世祥 双方的矛盾一度激发 看来接下来啊 包括了广州 辽宁 广东等球队 都纷纷要进行调整 大家看好 哪个球队 新赛季的潜力更大 说说你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